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把鹽關粉灌進去裡面以後 然後就決定什麼顏色 這我們都是固定好的 裡面它都是白色的 事實上裡面都分好幾種顏色 我們現在所學的 我們也看到了光華雲雄橋 以前在雙輪車站那邊 敖滑去燈管 它會有一個塑膠管套上去 然後它轉折點我們看得清楚 要照到我們要敖燈 最漂亮的是我們台灣 我們那個中文字的話 他們的轉折點 它有的是互相交叉 美國人就沒辦法去熬這樣 英文字它有辦法去轉折 就中文它沒辦法 所以我們中文字 它有好幾種字體 繁體字 像鄭凱字 還有律師 什麼一大堆的 他們美國人 沒辦法去轉折這些東西出來 一隻燈管要完成的話 就是要經過四個步驟 玻璃管進來 灌粉進去 接觸會熬燈 拔好以後 然後再來這邊 接燈頭 然後在這個機台放燈 高燃玻璃管不能整支有沒有 整支下去燃燒 整支下去燃燒 燃燒就爆味了 所以我們現在燈頭 你看燈頭開始紅了 對 對 已經燈熱了 熱了 然後我會把它進去 燈光到這個機台裡面 然後我們才會灌氣裡進去 把這個從這邊燒掉 密封起來 這一支燈管就完成了 在我姐夫那邊 運到57年 就開始在那邊做 從鞋頭到現在 我都沒有改行 就有一陣子剛好 我媽媽那樣的氣勢 又被我姐夫說 你不要做了 真的那時候很安全 然後我想到 這可能是一個機演 可能是我創業裡的第一個機演 然後79人 我就開始出來創業 香港現在也收了很少 現在幾乎 台灣人剩下沒幾家 可以做這個燈光燈的 那個火那麼熱 年輕人誰會去做這個 他們要做燈光燈 做燈光燈 我們燈光燈也是 我們燈光燈的客戶 我們不要放棄 客戶新的燈光燈 我們東西還在那邊 閃耀照明的 驕傲的那種感覺